我们敬礼传神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华王卡玛巴 敬礼图灯大吉上师 我们敬礼谈诚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师母 丹真家祖徒登师弟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新早 感恩 爱してる 愛してる しゃらげ おらあみこ けけろむちょ すごい 道は 気持ちいい 気味 やび ぶりんぶりん こんばんわ 今天晚上我们是同修观世音菩萨的本尊法 观世音菩萨 他的显化 在我们沙佛世界 他的化身是最多的 所以有千百亿化身 千百亿化身 观世音菩萨 也是最慈悲的一位菩萨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在 在讲这个佛法的时候啊 是家 家 家 弥陀 那么 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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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家 像出家人念佛 就是念阿弥陀佛 每一个家 几乎共 首共的 大部分都是观世音菩萨 互互观音 观世音菩萨显化很多的 我们常常讲一个笑话 南海 是中国的 不然南海观世音菩萨住哪里 那笑话 有东海 也是中国的 不然东海龙王住哪里 我们晓得南海观世音菩萨 很有名的 那观世音菩萨呢 当然呢 他也是 西方极乐世界 最主要的一个本尊 那西方极乐世界就是 西方三圣 一个是 中央是阿弥陀佛 那么他的这个 我们看过去的 右边 就是观世音菩萨 左边 就是大世智菩萨 称为西方三圣 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三个一股主 那 大家也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 在阿弥陀经里面 这个 西方极乐世界 是十方诸佛 出广常舌相 所共同赞叹 十方诸佛 十方诸佛 共同赞叹的 一个极乐世界 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不只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还有很多的世界 都有观世音菩萨 所以这一尊 是我们这个 八大本尊 生活中八大本尊之一 查很多的 这个 弟子 都是以观世音菩萨 为本质 而且观世音菩萨 所显化的 这个像那个七观音 还有这个三十二相 还有好多 千百亿化身的 观世音菩萨 非常多的观世音菩萨 这尊是最伟大的菩萨了 那么八大菩萨 我们很小的 第一个称呼的也是 观世音菩萨 大致大悲观世音菩萨 八大菩萨当中观世音菩萨 也是八大 也是八大菩萨之一 另外呢 我们常念的 高王观世音菩萨 高王经里面的 高王观世音菩萨 也是 他以高王观世音菩萨为首 其中呢 还有四个观世音菩萨 里面的这个名称 还有四个观世音菩萨 大明观世音 大明观世音 观明观世音 各明观世音 开门观世音 这四个大菩萨 所以这四个菩萨 到哪里找 很多人不知道 大明观世音 观明观世音 高明观世音 开明观世音 哪里有 哪里找到这四个观世音菩萨 你要找 去日本 去日本 京都 日本 日本 京都 京都 三十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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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就有 高王观世音菩萨的 四个 大明观世音 观明观世音 高明观世音 开明观世音 这四个 这四个都有 这是很少有的 观世音菩萨 所以 千处 祈求 千处 现 十海 常坐 度人舟 你不相信 你去问 那是越南 越南人 他们当初的时候 从南越 从头顿 坐船出来的 每一次 坐船出来的 遇到了灾难 他们念的是哪一尊 他们念的都是 观世音菩萨 当初来美国的 越南的难民 你问他们 他们念的是哪一尊菩萨 他们念的都是 观世音菩萨 讲几个笑话吧 人啊 这一辈子 一定要 结一次分 什么理由呢 要不然 都不知道 一个人过日子 有多舒服 昨天 这个小明被公司开除了 小明好难过 事情的原因是这样子 昨天老板 船来到群主 等下十点开会 带着你们吃饭的家伙 在这个会议室集合 结果小明到了办公室一看 完了 同事们都带着 笔记型的电脑 只有我 爸爸说 碗筷 所以他被开除了 带着你们吃饭的家伙 所以小明被开除了 所以小明被开除了 刚刚出生 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叫爸爸 这时候 当父亲的 大受感动 结果老婆 实在 真温馨 他没有教儿子 先叫妈妈 而是叫他 先叫爸爸 心理上很感动 一直到 有一天晚上 儿子不停地哭闹 喊了就是爸爸 好 这老婆就推了 推了 这个他的 他的先生 想说 你儿子一直在叫你 你去处理 好 我们进入主题 马来西亚 莲花叶 请问的 这个顶礼 根本传承上师 连生佛佛 卢师尊 阿弥陀佛 卢师尊在 2023年 三月十一日 西亚图雷藏寺讲 你看细胞 每天你一定要 死几个细胞的 细胞也会活 也会死的 这个令弟子 想起 卢师尊文集 167册 静听心中的虚 自身是阿弥陀佛 写 请静听我心中的虚 佛言 偏化戒身 是阿弥陀佛 何敬何会 何乐何苦 只因为 人人都已 改头换面 才忘了 自身是阿弥陀佛 在 静渡三昧 静渡三昧经 有淫 人生一念 受一生 百念 受百生 千念 受千生 一日 一夜 众生 生死 后当受八亿五千万 杂类之身 百年中所造 浑神 足肿受苦 偏大千煞土 体毛皮弱 皮弱 一片大千煞土 当体毛皮弱 变现时 体腹能知 偏化戒 一类身 是阿弥陀佛 我见此段经文 大害 看了此文后 心中大大的惊骇 觉得我们 生出 那么多的浑神 不知何时 才能完成轮回 修成正果 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八亿五千万的 存在 发出疑问 如此 借此机会 请问 师尊 一 我们身上的细胞 是不是我们 前世轮回 而来的浑神 二 如果细胞 就是我们每一念 所造的浑神 更换的周期 就是轮回 那么我们在这期间的修行 是不是能 倾尽每一个细胞的业 比如长辞颂 尊圣咒 就能超度 我们的细胞 三 获喜 弟子 这种想法 只是天马 行空 恳请 师尊 解说 净度 三昧经 以上的经文 感恩 师尊 弟子 莲花 夜勤 何时 鼎礼 注明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 身体百分之九十八的细胞 都会被重新更新一次 他这个 可能是研究过细胞学 我都不知道说 一年左右的时间 身体百分之九十八的细胞 都会重新更新一次 这个资料来源 你们知道吗 有谁知道的 有这个说法 他讲说 一年左右的时间 身体百分之九十八的细胞 都会被重新更新一次 这个是我不知道 他知道 我不知道 有谁知道 有谁知道是 一年左右 百分之九十八的细胞 会重新更新一次 这个协一的 协一协的 应该才比较懂 平时我们没有协一协的 就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说 细胞会死 也会生 我也是听人家讲的 只有脑的细胞 死的就死了 它不会重生 只有脑部的细胞 如果脑部的细胞死了 它是不会重新再生的 其他的地方的细胞 都会重新 他问的问题 我们身上的细胞 是不是我们前世 轮回而来的 浑身 这个 不要去想 就是你前世 轮回来的浑身 又干你什么事 又干我什么事 也不干大家的事 反正大家一样都活 对不对 我们讲这个维谋结晶 比较重要 对不对 细胞 是不是你的 前世的焚神 来转化的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真的 带莲花叶群出去看 外面在飞的鸟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这不用问嘛 反正每天吃饭 吃三餐睡觉 对不对 管他身体 那个细胞是哪个浑身 你管他什么 不用去管嘛 是不是焚神 你说是焚神 也就是这个样 不是焚神 也是这个样 毫无差别 带你去外面看鸟 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果细胞就是我们 每一念所造的焚神 更换的周期 就是轮回 那么我们在这期间的修行 是不是能清净 每一个细胞的业 必如常持送 尊圣咒 就能超度我们的细胞 我告诉你 这本来人的身体 就是一个组合 就是一合相 这细胞的研究 让这个医生 去学那个细胞 去学就好了 不干我们的事 那么你依照佛经 你能够生清净 可清净 意念清净 这样子修行就可以了 你还要清净你的细胞 每一个细胞 还有每一个细胞的业 你会把我烦死 你要烦死我 到我晚上回去 去数我的细胞的业 每天都在想自己细胞的业 哪还得了 你身上有多少细胞 你自己讲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有多少细胞 有谁知道 没有一个人知道 那你去想 你那些细胞的业干什么 不用去想 佛陀也没有叫你 去想你细胞的业 气死我了 恳请师尊解说 净渡三昧经 阿弥陀 净渡三昧经 人生一念寿一生 百念寿百生 千念寿千生 一日一夜众生死根 后当寿八亿五千万 杂类之生 百年中所造浑神 祖种受苦 偏大千煞土 体毛疲弱 一偏大千煞土 当体毛疲弱变现时 岂父能知偏法界 亦一类生 是阿弥陀佛 这讲得很细 这部经讲得很细 把这个体毛 身体的毛 我常常这样子想 你有多少头发 没有人数得出来 你身上有多少根毛 也没有人能够数 当然啦 这是以人的身 来象征人本身所造的业 可以这样子讲 我们人的身体 所谓念头 行为 习性 它的一切都叫做业 全部都叫做业 可以讲都是千死千生 万死万生 这个经的意思 是这样子讲 静度三昧经里面所说的 因为一个念头 你就是业嘛 一念 你就是业嘛 你的行为 也就是业嘛 你的习性 都是业嘛 造的真的是造了不少的业 人真的是造了不少的业 但是还好 因为我们生活中密教的修法 就是身清静 口清静 意念清静 等一下要讲八正道 八正道 也是在 讲这个 把这个业 消除掉 的方法 把身口意 种种的业 消除掉的方法 如果我们能够消除掉 自然显现了 自然显现了 本身 你自己本身的 身 也就是你显现自己本来的身 每一个人都有本来的身 那显现的时候 这个业障 消除 你自己显现了自己的 佛性 身 这个 重要的 就是说 每一个 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 显现了 本身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多少 我们常常念的 南无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 阿弥陀佛 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 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常念的 很多人问我说 南无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 阿弥陀佛 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 这个佛号 是从哪里来的 是我发现的 很少人这样子念的 是我发现的 我在一本那个 好像是说 这个净土文里面 所发现的 里面有这一句 所以我就拿起来用 只有我们中国中在念 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也就是我们念 南无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 阿弥陀佛 就是念 所有一切的众生 我这样子讲 你就知道了 偏法界 异类生 是阿弥陀佛 我这样子解释 大家清楚吗 所以 偏法界 不管是什么生 都是阿弥陀佛 我就是 简单跟你讲 净度三昧经 我们一个念头 就是一个生 百个念头 就是百个生 千个念头 就是千生 那你有这么多生 当然我们一句话 南无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 阿弥陀佛 这样子念就对了 所以我们念佛的话 念这个 当然 把我们身上的细胞 你如果认为 一个细胞就是一个焚神 那也全部通通都超度 那这是回答 马来西亚莲花叶琴 这个笑话好像是讲过了 小时候 我很喜欢去动物园 看老虎 华士长大以后 也要养一只 二十年后 我的愿望实现 不用再说了 我要去洗衣跟煮饭 就大家都不笑 一群朋友聚会 有一个朋友喝多了 喝酒喝多了 他醉了 大家把他扶到一个 这个宾馆的这个房间去休息 通知他老婆来照顾他 结果他老婆进门的时候 这位最大的朋友 大吼一声 给我换一个年轻的 这下子出事 而且是大事 大家都不笑 好 我们讲 唯莫杰金 三十七道品是菩萨的净土 菩萨成佛时 念处正秦 神族根立 绝道 众生来生其果 我们谈到这个道 这个道就是正道 释迦摩尼佛所传的道 我们称为正道 那么正道分为八 这叫八正道 这叫八正道 八正道 哪八样呢 第一个是正见 正思维 正义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是不是八正道 上面都有一个正日 第一个 我先讲正念 不是正见 正见 正见 第一个先讲这个正见 我们讲唯莫杰金里面 常常提到的 一个叫做根本知 你以根本知 作为体 以差别致 作为用 什么叫正见呢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释迦摩尼佛讲三法印 诸行无常 无常 是一个真谛 也就是我们讲真谛 就是真理 真理 无常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极净 这是三法印 三法印 我们讲第一个法印 就是无常 我们在沙坡世界 一切的事情都是无常 像天气就是无常 今天天气很好 出太阳 但是很冷 我还是围着脖子 因为风吹来 很冷 大家穿的 也是穿大衣 出太阳 也会那么冷 那 这个我们因为门窗关起来 所以很温和 门 这个窗门打开 风如果进来 就会很冷 出去外面 也觉得很冷 感觉上就是很冷 天气是无常 有时候出太阳 它也下雨 那着没雨 你生的雨 你生 我们称为你生 出太阳 也下雨 这是无常 有时候一个天 一天里面 变化非常的多 我们有时候看到 一天当中 七八个变化 出太阳 是晴天 再来 突然间来来一些雨 变成阴天 再来下雨 下雨 再来刮风 再来打雷 闪电 再来下雪 还 还再来 下冰雹 不是冰雹 是冰雹 又下冰雹 一天 变化那么多 你说今天是什么天 没办法测 那个气象台都没有办法测 一天当中 七八个种变化 所以天都无常 人更无常 什么是无常 很简单的 我们这几天 那个电视上在播 什么行人 第一 行人第一 高高兴兴出门 就没有回来了 他在斑马线上走 被车子创了 就走了 年纪很轻 身体很好 智慧很高 无常啊 谁知道你今天出去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事实上都是无常 很多无常的事情 几月几不晚 这世界上的变化无常 你不要以为说 你的恋爱啊 你现在正在恋爱 我的恋爱实在是太棒了 太好了 是成功了 是非常喜乐的 过不久 你就知道滋味了 无常啊 尤其人的感情 才是无常 变化 早上啊 你看 这个中午还高昊显的 那两个人出去出游 晚上回来 已经变天了 晚上就已经变天了 感情的事情真的是 很难讲的 变化无常 变化无常 很多无常的事情 在人间是举不完的 无常 第一个是无常 第二个是无我 刚刚就是那个讲的 叶秦 叶秦 都在叶秦 都在叶秦 就是无常啊 为什么无我呢 因为你身体是组合的啊 地水火红组合的啊 是一盒相啊 把他分开啦 你在哪里 就是无我啊 这无常跟无我啊 都是有因缘果报的 都是有因果在里面啊 全部都有因果在里面啊 所以你以这个来讲起来呢 根本质是体 差别质是用的 你正见上 你有这个无常跟无我当中 你可以看到 灭盘极尽的根本质 但是你不能火定 没有因果报应 因为无常就是因果啊 无我也是因果啊 所以有些人是这样 一切都是空吗 那哪还有什么因果呢 这个就是邪见 不是正见 真正的正见 是不可以偏空 也不可以偏有 坐在中观的道路上 你由这个有 可以看到空 但空不能否认有 你否认了有 那就是没有因果报应 所以我们今天所遇到的 所谓的无常 其实它其中就有因果报应在里面 因缘果报在里面 今天我们的无我 也是一样有因果 这个因缘果报在里面 不能否认 因缘果报的 你第一个 你知道是空 但是你不能否认 你不能否认 因缘果报 这个就是正见 为什么天气是晴天呢 因为出太阳 是晴天 为什么突然间会变成阴天呢 因为来了一片云 一大片的云 为什么会下雨呢 因为来的是乌云 所以它下雨 为什么又会下雪呢 因为天气很冷 这个下来的就变成雪花 就变成雪花 天气很冷 到了下雪的时候就雪 为什么又会下冰雹呢 因为这个雪在半空中结成 它有一个变化 因为有什么原因 所以它变成了冰雹 为什么会打雷呢 因为这个阴阳电接触短路 所以闪电 就打雷 又有闪电 为什么会刮轰呢 轰从哪里来 你唱了轰从哪里来就知道 轰从哪里来 这个都是因果 这里面都有因果 真正的你在往上面走 离开了这个地表以后 更高的地方 哪里有这些东西 那个就是根本质 底下的演化 就是差别质 你不能够以根本质来否定差别质 也不能用差别质来否定根本质 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叫做正见 所以今天我们是从无常跟无我当中 去看见的 看见的涅槃积迹 这个就是如来的正见 第一个就叫做正见 第二个就叫做正思维 正思维 八正道当中的第二项 叫做正思维 正思维 也就是佛教里面三个重要的 闻思修 这个思日 想 思 思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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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般众生啊 为什么会轮回 因为他的所思的 所想的 全部是是非 我不喜欢人家在聊天 我不太喜欢跟人家聊天 有时候我一个人很安静 不喜欢跟人讲话 不喜欢跟人家聊天 不是我说话的时候 我不说话 我不喜欢聊天 为什么 那个我回台湾啊 我那个几个 那个师母的几个弟弟啊 师母的弟弟啊 或者师母的几个亲戚 他看到我 就说过来谈一谈啊 过来 我们坐下谈一谈 我都不谈了 我为什么不谈 我说我哪有时间去聊天 我修法要紧 我不喜欢聊天 因为一聊啊 都是是非 我们去喝下谈一谈 去可可 喝泡沫兰茶 可可 西哟西哟 可可 去喝下午茶 我那个孙女啊 我那个孙女啊 在可可打工 我的孙女啊 如君啊 在可可打工 人家问说 你为什么在可可打工 他说 喝泡沫奶茶 不用钱 所以他去那里打工 你可以去那个 比尔比尔的可可 可以看到 如君他在那里 打工 去喝下午茶 做什么 聊天 喝泡沫奶茶 吃点心 聊天 聊的是什么 是非 不是是就是非 张家短 李家长 都是这样子的 聊天就是聊是非嘛 还有什么好聊的 不是那个对就是这个 这个错 电视上播的 全部都是是非 哪个对 哪个不对 哪个是 哪个非 那些评论 正论 正论人员 就是在讲 这个对 那个错 那个对 那个错 一天到晚 就是在讲这个 所以人啊 本身 为什么没有办法 离开我们这个人的身体 都是在六道里面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转不出去 因为你每天都是在 你每天都是在吐出来的 把自己的 谈骂 你起过 谈骂没有 养过 谈骂没有 馋啊 养馋 我们学生的时候 有养馋 他经常吐湿 吐出来 把自己包成 包起来 人就是这个样子啊 没有谁能够绑你 都是你自己 吐出来的东西 把你自己绑住 你吐了很多的丝 结果自己把自己绑 绑得紧紧 那何必这样呢 我们好好地修行 修这个身口意清净 你的念头 你的思 这个是叫知慧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知慧 叫做知慧 你正确地念 念头只有一样 将来要修行成就 这个就是你的 所谓正思维 我们的正思维 我们没有时间 太多的时间去聊天 我时间不多 佛的时间不多 没有时间再去理这个 这个就叫正思维 不要聊天 不要去做这个 把自己绑起来的事情 尽量地 我们知道 要如何 找时间 好好地念佛 好好地往生净土 好好地修行成就 把自己的业障消除 这个就是正思维 正思维 正思维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正语 正语 正语 跟刚才的正思维 一样的 我们讲话 讲话的时候 要注意 欲的 口的清净 不要随便去 诽谤人家 因为你自己 不是亲眼看到 也不是亲身体会到的 大部分都是听来的 大部分都是听来的 不是很正确的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常常讲 我们这个念佛 就是正语 念咒 就是口清净 正语 就是口清净 口清净 一般人 他的口是不会停的 一直在念 一直在念 因为你有这个念头 然后你就从嘴巴 心跟口 心里想了 口就讲出来 心里想 口就讲出来 心里想 口就讲出来 但如果你把这个 讲弦话的这个时候 你变成念佛 跟持咒 这个就是正语 另外我们语言上面 我们也有讲到 这个施舍法里面的语 就是要讲爱语 爱语 这个讲这个温和的语言 不是恶语 所谓可业 可业 谁站起来讲可业 恶语 另外呢 其语 妄语 这就是口事业 口业 你避开这个 避开这个恶语 妄语 两舌 还有这个恶语 还有什么 其语 其语 其语就是讲一些 轰凉话 讲一些轰凉话 这些东西你避开 那么就是在正语 就是正语 其他的就是正语 这是口称凉 这是口称凉 口称凉 这样已经讲了三个 第四个呢 叫做正语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说话 行动 跟你的念头 都是在造业 都是业 刚刚那个 业勤手问的 一切都是业 一念受一生 百念受百生 千念受千生 这个念 就是业 就是业障的这个业 业日 什么叫正业呢 口清净 身清净 意念清净 就是正业 嘴巴不换口叶 嘴巴不换口叶 身体不换身叶 意念不换意叶 那就是身口意清净 身口意清净 就是正业 这样了解 像我们密教在修法当中 因为你嘴巴念咒 意念在观想活的形象 身体结手印 身体结手印 结了这个手印 身体结手印 不管你结什么手印 都是清净 也是代表你的身体清净 你身体在结手印 嘴巴在念咒 意念在观想着佛 观想着本尊 那就是 意清净 口清净 身清净 这个时候 三业清净 就叫正业 所以密教的修行 是直接的 密教本身修行 像解手印 就是身清净 身清净 你念咒 是口清净 然后在念这个 在意念 在观想着 教你观想 观想的方法 就是意念清净 很简单 密教就是靠 这个三个清净 去跟本尊相应的 因为你正业 这个叫正业 身清净 口清净 意念清净 像我们念这个 音乐 阿彭巴採苦瓣麻痺地 蓬 阿彭巴採苦瓣麻痺地 蓬 阿彭巴採苦瓣麻痺地 蓬 你在念的时候只是一个咒语 那就是口清净 你听到耳朵里面 听到这个声音 你的意念也清净 你观想莲花生大事 那你结莲花生大事的这个所音 那就是声清净 声口意 通通都清净 这个时候就是正业 这样明白吗 再来就是一个正命 正命 生命的命 很简单啊 再来就这个解释很好 你依照这样子生活下去 依照声口意 清净的生活 这样子一直下去 就是正命 你的生活就是身清净 口清净 意清净 你这样子生活下去 就叫做正命 这正见 正思维 正与 正与 正业 正命 所以我平时说法也没讲什么 这个 我只大部分我的时间 就是在说法的时候说话 其他时间比较少说话 像吃饭我也很少说话 有时候也会当然讲一点 看大家弹得高兴 有时候也唱唱歌 高兴的时候就唱个歌 其实唱歌也唱得很难听 不会啊 就是那一天我听到上个礼拜吧 他们加州来的唱哪一首歌 一如雷上是唱哪一首歌 我觉得好听 那就稍微写了一下 写得不是很好 唱给你们听 送给你小星星 送你花一斗 你是我生命中 太多的感动 你是我的天使 一路指引我 一路指引我 无论随夜变幻 爱你唱成歌 听我说 谢谢你 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 温暖那十句 因为你 谢谢你 世界更美丽 因为你 谢谢你 爱你在心底 因为你 谢谢由你 把爱来传递 我这个句还是不能背得很熟 但是我也把它唱完 送给你小星星 送你花一朵 因为我生命中最大的感动 你是我的天使 你是我的天使 一路指导我 一路指导我 是吧 一路指导我 就是这条歌吧 谁会唱的 你们都会唱啊 做所以的 这条歌很好听啊 我以前在台湾写的那一条 就是 一闪一闪的心 那一颗是你的眼睛 一片一片的云 飘在天上 落在心里 一朵一朵的花 种在心天 结满景音 只要你 只要你 愿意相信 你就是 忠心心的人 只要你 愿意相信 你就是 最幸福的人 天上的 天上的每一刻心 天上的每一刻心 都是爱过我们的人 都是爱过我们的人 天上的每一刻心 只要你愿意相信 你就是 忠心心的人 唱歌心情也好 而且这些都是有正面的歌 正面的歌 这个我喜欢 这个喜欢听 也自己哼 但是呢 如果唱个人家听呢 当然 都是不是很 不是唱得很好 这个很对不起 也 是 那 будут überall files 非常好